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叶声歌,我是何双声 今天告诉大家如何在家里面做studio photography 我上次在学校里面拍的时候呢,是四盏灯 两盏专门打background,然后两盏专门打到模特身上 可以拍他们全身非常的非常赞 工作室摄影的灯光很重要,感觉很复杂或者很神秘 但其实灯的作用很简单 在我看来它就是把人像和背景区分开来 需要几盏灯完全取决于你要什么样的效果 就比如说,如果你需要白色背景 你就需要专门对背景打光 几盏灯也取决于你的灯,你的场地 又或者你的背景的布的材质 比如在这次拍摄过程中 我用了两盏最普通的闪光灯打在白色的背景纸上 这样就会呈现出纯白的背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背景光就是背景光 要尽量避免让背景光打到模特的身上 从而影响模特身上的曝光 对于Key Light 也就是我们说的打在模特身上的光 也是很简单的 如果要神秘感的一边的灯光其实就够了 两边的灯光或者是一面灯光 一面反光板也都是可以的 就看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这次拍片因为是小朋友 所以需要干净的纯洁的背景和成像 那我就选择了两个带Softbox灯源来做的Key Light 同样的需要注意的是Key Light就是Key Light 不可以打到背景上 不然就会影响背景的曝光 这一次呢我打算去拍一些半身的照片 所以我只准备了一个灯到两个灯 第二个灯可能会备用吧 我因为太懒了 所以第二个灯有可能就不会用 那只用一个灯 我们先装上一个灯试一试 那我现在装的这个呢就是Softbox 那Softbox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吧 我的这个Softbox呢主要就是 首先要装在这项头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装Softbox Softbox跟Softbox都不太一样 所以大体上装呢就是你看准了这个正版 然后呢把这几个呢就这么装上去 一个人会觉得装得比较费劲 因为这些钢条呢是需要折的 需要弯的 因为你要把整个Softbox给撑起来 所以这边还是挺用力的需要 看这样就把这三个边都撑起来了 最后一个边也是最难装的 其实我觉得拆的时候是最难拆的 那这个 这样OK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setup这个灯 那我用的灯呢其实也是 这个灯其实是租来的 那如果你不管在哪个城市吧 你都会看到很多有租的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其实租还是挺划算的 那租一套灯呢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所以它灯的这个本身的品牌呢不是什么好的品牌 不过我觉得我们拍的也不是那种特别精细的 那只是需要说一个可以调节有一定调节功能的灯就合一了 那这个呢我们租的是这个叫Mahance 其实我都是没怎么听说过 背后呢也有一些按钮了 待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所以呢我现在呢首先要做的呢是把那个灯架架起来 在你布置灯光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是用这样的一个顺序 比如说你可以先让模特站在你理想的位置 然后开始测试背景的灯光 那背景灯呢要达到你想要的亮度 并且在模特的脸上身上应该是非常非常暗的 然后呢你关掉背景光只开key light 你要做到的是背景基本上是黑色的 而模特的身体脸上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亮度也适中也够亮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想拍一些非常酷酷的 比如说我是个realtor啊 我是个一个professional 我想录一下穿西装的那种半身照 其实是不需要背景的光 然后其实一盏灯就已经够了 当然如果你想把它拍的非常好 你也可以有这个上面的这个头发 它头上的这个灯来做一下你的轮廓啊 然后你背景也可以有一些侧面的光啊 叫fueler light也可以这样 但是其实一个key light 一个key light就是正面的这种light 其实就已经基本上够了 我个人觉得 但如果你的模特够亮背景不够黑 那可以让模特再往前站一站 离背景远一点 如果你的模特不够亮背景也很黑 那就可以提高一下闪闪闪的亮度 然后再继续调节 当然了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顺序 其实什么顺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每一个灯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应该照亮哪里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key light的这个softbox 我觉得非常的有用 除非你要拍硬汉的感觉 不然都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个散光的工具 比如说softbox透光板等 相机的选择我用的是A73 然后我用的是索尼的索尼的90度的这个 90度了 90毫米的这个微距镜头 因为我现在唯一最好的指数可能就是索尼的90毫米的这个微距镜头了 另外还有一款的就是2875的Tamera 但是我觉得好像用这种定焦的90我感觉会更锐一些 因为以前用这个镜头拍片子或者拍美食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饱和度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遥控装上之后 然后昨天拍片子 其中一个记忆卡拿着我这个是128G的记忆卡 好 然后setup到mode 然后我的setting是这么放的 快门我会放到1125分之1 然后我的光圈大概是8左右 然后ISO我就调到了100就可以了 原生的最低 那我现在你要想知道 你要想知道你现在拍的这个东西 它环境光会不会 你看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环境光会不会受到影响 你在这种情况下 在关掉这个影闪 关掉闪光灯的情况下 你对着任何的地方你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拍的一张照片是全黑的 就说明任何现在所有的环境灯都不会影响到你拍摄 OK 那这就可以了 我只是要把闪光灯打开 然后让它闪一下 就说明已经working了 OK 这个灯呢就是这样的架在这里呢 我尽量保持跟我要拍的背景有一点距离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打到我脸上的时候 这个灯和后面的灯呢 和后面反光呢就不会很强 那么我的脸就会很清楚 它后面就会很暗 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离的距离再远一点的话 然后灯尽量靠近subject 然后subject尽量离背景远一点 效果就会更好了 当然如果这边放一个反光板 或者放另外一盏非常弱的灯 它会在这边又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那效果就会更好了 好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赶紧订阅点赞 你也转发吧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